攜程集團9961公布第四季度業績 季度收入達50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7% 但受第四季時的疫情反覆及季節性因素影響 環比要跌27% 全年累計收入為200億元按年持平 第四季歸屬股東淨利潤為20.6億元 但大部分主要受投資或可交換債券公運價值變動所帶動 当季營運表現實質六規 剔除金融產品公運值變動 全年歸屬股東淨利潤12.9億元 從收入分類中觀察 第四季度按年計交通票務分部有較明顯增長 約為45%至22億元 占其收入總額的43% 投資者須留意由於疫情管控於第四季末段才放寬 本次業績仍難以充分反映其利好因素 須待後續業績公布才能得以反映 集團指2023年初內地出行旅客 有大量出境旅遊需求釋放 不過 通關復償概念應已反映於股價上 後續股價推動力量將受長假期推動股價 走勢為主